佛法毁灭 世界毁坏 小三哉大三哉 这都是佛说的 新造世界 新能让佛说的事不发生吗 答案是肯定的 能 那你要知道啊 佛法毁灭 为什么毁灭呢 大家都不持戒了 佛法就灭了 为什么呢 戒是佛法的根 就是色相无戒 人都不持色相无戒了 佛法就灭了 那么人家 个个人都持这个色相无戒 佛法怎么毁灭了 世界也佛说实 世界为什么会毁坏呢 人都不修善了 人设掉了 信德了 信德的核心 就是慈悲 慈悲不是外面来的 是你自己 信德的核心 你有慈悲心 就世界就不和害 慈悲心没有了 只有自私自利 面头里都是损人利己 这个世界很快就化掉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晓得 心 能把世界立刻摧毁 也能把世界拯救 拯救过来 断我修善 才难就没有了 如果人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 佛菩萨说的 也不相信 神仙人说的 个个都自以为是 自己很聪明 那些是假的 那些是迷信 那灾难就来了 尽快 一个人 交叉 最后 我 我 诶 魂 魂魂 魂魂魏 魂魂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